重現文字域 美國少年臉書PO文 鐺鐺入獄 911恐怖攻擊後 美國人像是獸金的小綿羊 為了安全 寧願犧牲自由 賈斯汀卡特就是個好例子 她在臉書上不斷炮轟 LOL這款線上遊戲 但有個加拿大女人 不懂她的梗 還打電話報警逮人 今年3月 卡特還在監獄臉稍微 幽默不成 反而換來恐怖威脅的罪名 而且還可能會在牢裡蹲8年 這是發生在德州奧斯汀的真實案例 卡特的父母設立網站請願 期盼外界能夠多多幫忙 令人傻眼的是 有些媒體還拿卡特的例子 來告誡青少年 不要在網上亂說話 美國真的有點反應過度 在英國也一樣 警方能夠逮捕任何在臉書 或是推特上大開玩笑的人 幸好我們人在台灣 在這裡你不管說什麼垃圾話 都不會被抓去關喔 但如果你在影片下留言 你會面臨牢獄之災嗎 Follow us on Tumblr 我們在那邊看